这么小的馆子 师傅这么好的刀工啊 随便一带 真假利线 藏在居民楼里边的一条小馆 芦州 妖闷 丝王菜 347 看上次出来的路边吃干什么 是那个什么新香菜馆 还拿着盒饭 坐在路边 这还没吃着呢 感觉的好吃20%了 爽口腰片 50 你快点了 我这哈辣子快这么掉下来了 我都喝喝了 看着就要流哈辣子 这个腰片脆嫩新鲜 一点嗓味都没有 而且这腰片片得很薄 这么小的馆子 师傅这么好的刀工啊 入口之后是拿亮的蒜和咸辣椒的味道 而且它很薄的 很容易入味 没有白排的对哦 没有白排的对哦 干锅鸡杂四事 味儿炒得挺透的 咸咸香辣 鸡杂这种东西 反正再新鸡多少会有点那个腥肠味 但是这个师傅下料够狠 炒得也够透 把这个所有的配料味道 就全都吸进去了 虽然说看着外边的形状不很讲究 但是小馆子能把味儿炒到这种样子 非常非常不错 水煮乌姜鱼158 你看这鱼片的软嫩度 就是活鱼 别吃了 说话 鱼片软滑鲜嫩 一点土用没有 绝对是现沙子鱼 很新鲜很新鲜 它淋油的时候 那个油的温度绝对够高 鱼片上面的淀粉是迅速的糊化了 所以说你吃的鱼是鲜嫩 而且鱼肉把那个油味吸得很足很足 之前去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居的那个 味道比它一点都不差 而且还能便宜一半 豆花肥肠50瓦 肥肠入口是那种咯吱咯吱的口感 肥肠是带着油的 而且还处理得非常干净 吃的就特别的香 豆花貌似自己做的 很好啊 那个盐卤豆花 盐卤味和豆香味都很浓 吃的很像 这个豆花的水平 我跟你说上面什么都不放 就挺好吃的 不错 浑烫面小份的 吃三 这个燃面跟我们在宜宾招讀所吃的不太一样 宜宾招讀所吃的那个燃面的里边花生芝麻 给的特别多 每一口都能吃的到 吃的是干香辣 这个就吃的没有那么小 但是不难吃 只不过就没有宜宾招讀所那个那么好吃 我们再做个总结 就是我们吃了347 我们点这些菜基本的够4-5个人吃 又给你们发现一架宝藏小馆 它是藏在居民楼里边的 这个你们来得找一下 多点好找 我都不知道这一次已经发不发了 为什么呀 发出来自己下回过来吃 就又得排队 哈哈哈哈